现在内容页面上显示的这个评论内容列表 评论内容里面会包含HTML的标签 这些标签我们可以使用ToWXML去处理一下 把它们转换成小程序里面的组件 在创建小程序内容页面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这个ToWXML的用法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用一下它 可以先在这个内容页面上去贴下一个 可以处理评论列表数据的一个方法 方法的名字可以叫做Transform Comments 它可以接收一个Comments参数 就是评论的列表数据 方法可以Return一个Comments 用一下书组的Map这个方法 去处理一下列表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每次处理的时候 当前的项目的名字可以叫做Item 先添加一个Content 它的值可以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表示的就是评论项目里面的 那个Content的属性 先把Item下面的Content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放在这个对象里面 然后再添加一个额外的属性 名字可以叫做WXML 对应的值可以去用一下ToWXML 它里面的ToJSON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 ItemContent下面的Rendered 它的格式是HTML 这个ContentRendered里面的内容 就是包含HTML标签的评论内容 下面再添加一个Comment 它的值是一个对象 把Item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放在这个对象里面 再把上面定义的Content也放进来 这个Content里面会包含处理之后的 那个评论内容 最后我们再return一下这个Comment 然后再找到GetComments这个方法 这个Comment的值 现在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ThisTransformComments这个方法 去处理一下响应里面的Data 这个属性里面的值 在这个TransformComments里面 用的ToWXML这个方法 来自小程序的App实例 在App.js这里 我们先导入了一下这个ToWXML 然后又在小程序的App实例里面 去新建了一个ToWXML 再打开页面的视图文件 在这个视图文件的顶部 我们已经之前导入了ToWXML里面的 Intre这个模板 再找到绑定输出评论内容的这块视图 这里现在我们可以去用一个Template 模板的名字是Entre 提加一个Data属性 然后把ItemContent里面的 WXML属性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放在这个Entre模板里面 这个WXML属性里面的东西 就是处理之后的评论内容 现在显示的评论内容里面 就不会包含HTML标签了 在这个内容的包装上面 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Class 上面加上一个类名字 可以是CommentContentBody 然后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CommentContentBody的样式 把它的上边的外边具 设置成八个像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